跨越藍綠 專心民意 民意優先 藍綠靠邊 基隆市議會開議前包括五黨籍市議員張耿輝 張芳麗 呂美玲 陳明健 林敏 陳冠宇 以及親民黨籍副議長楊秀玉總共七位跨黨派政團成員 穿上戰袍宣示 在後市長罷免案時期 議會藍綠兩黨議員都不過半的情況下 七位成員將團結一致展現政治實力 針對重大市政建設案和預算案進行嚴格審查 一切以民意優先 藍綠靠邊協助市政建設步入正軌 我們整個市政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團 那現在罷免也已經結束了 那未來在兩年期間我們除了呼籲我們 我們也提醒我們謝市長在未來團隊 針對這次罷免的整個不同意贊成罷免的 這一些我們的市民好朋友的意見 要作為未來的市政整個加強的抗亡 那未來我們政團聯盟的角色 我們會除了我們行動一致之外 未來對於我們市政府大的政策與決策 我們會尋求我們政團大家的意見來 對我們市政府的一個監督的力道 相較於有政黨依靠的藍綠兩大黨 政團成員表示 會依照民意需求不排除和藍綠兩大黨做政策性的合作 嚴格審查重大市政建設議題和各項預算 因為基隆市政府提出明年度114年度總預算高達273億多元 比起113年度增加了32億多元 市議會開議後的主席議長童子偉也表示 監督市政看緊市民荷包 用在正確的市政建設上 是這次市議會定期大會最重要的事 這次的預算是否共編列273億1126萬元 較今年增加32億17163千元 增加13.35% 主要在經濟發展 教育科學文化 與一般政務支出預算部分有所增加 此次的預算編列 是否和切本市發展需求 議會同仁將以市民權益為優先 嚴謹審查 理性監督 確保預算效益的最大化 同時也期望市府團隊重視各位議員的意見 依照民意方向進行施政 滿足市民需求 至於跨黨派政團七位市議員 能否發揮關鍵少數的政治影響力 成員們強調請大家拭目以待 記者 吳俊松基隆報導 大臣大臣